西兰花 大家好我是小菜花 今天大家分享西兰花加鸡蛋好吃又简单的做法 现在处理一下西兰花 把西兰花倒扣在水中 撒进适量盐 让西兰花在盐水中浸泡10分钟 西兰花泡好以后 用小刀把西兰花的花 割下来 只要西兰花的花 不要西兰花的梗 梗拿去炒另外一个菜 把切下来的西兰花 用手把它撕开 接着用清水把西兰花的花清洗干净 多清洗几遍 清洗干净以后捞起沥干水分 待用 接着在一个生盘子里打入3个鸡蛋 用筷子把鸡蛋打散打匀 鸡蛋打匀以后 在鸡蛋里倒进一点油 接着再倒进适量的 用温开水冲的蛋盐水 温蛋盐水和鸡蛋的比例是2比1 紧接着再把它拌匀 再把刚才洗干净的西兰花的花放进来 用勺子把蛋液上的小泡泡 撇干净 锅中水烧开 放进西兰花鸡蛋 在上面盖上一个浅碟 盖上锅盖中大火蒸10分钟 10分钟后 盐上一点生抽 又嫩又滑的西兰花蒸鸡蛋羹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收藏点赞关注我吧